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个荒凉 虽然它也是工业城市 但是我就觉得 哎呀 比起你们江南 好像我们就是差很多 你知道吗 但是到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权重非常大 比如现在钢铁 河北是第一了 雾霾河北是第一了 等等 可是呢 就是你比如说 现在他们讲这个 雄安那个新区那三县 你现在去啊 那就是跟北方的那种 普通的县城的那个环境 差不多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 我的天 将来变成一个 他们说是副首都啊 还是什么的 就是把首都一部分功能 就能够转过去 真能打造出这么一个新的硅谷 你国家政策嘛 砸钱进去不是不可能 那我感兴趣是那些发了财的人 因为以前听很多故事 以前听很多故事说 比方说上海浦东 本来是农民啊 或说只有一个小商铺 对 然后突然发财了 真的一个月之内 可能从这变成几个一的财产的富豪 那有人钱不懂得用啊 不懂得怎么用 然后呢 香港就有人搞那些旅行团啊 专门把这些爆发户啊 然后招来香港消费 还有教他怎么样打扮这个那个 然后那对我们香港人来说 也是一个大生意 所以我们香港应该现在也参与了雄安计划 雄安雄起嘛 对 又把他们那些爆发户引来香港 对 吴文涛 我这个河北地名不熟啊 有人转给我这么一个段子 他有这么个地方就白沟 高杯店跟定心 对 这三个地方呢 他们本来准备成立 也准备个成立个新区的 结果没批准 高兴 旁边的大兴机场呢 处在战略中 人大建议呢 命名叫这个五大狼机场 因为他说五星大 五青大兴 狼 狼 狼 没批准 五大狼机场也没批准 跟新形式决定以后 他们说可以变成 大雄宝殿机场 四个地名加起来 大雄宝殿 白杨殿的殿 但是你们说的呀 都是这个地方 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啊 人最关心的还是人 你知道我现在想咱们国家这个发展呢 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我觉得什么呢 你的一些改革的举措 你的一些财富 你的一些GDP呢 先行了一步了 但是你这个人的素质 就是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块土地上 河北河南土地上 他那个人的转变 我认为不是那么快的 就就比如说你看香港 香港不是前一阵闹出来 有一个什么企业家访问团 到广西去吃什么穿山甲去了 当地招待他吃穿山甲 你知道 这就让我会觉得 就是说 我们到底是个现代国家 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 比如说在某些个基层 在某些个地方 那是另一个中国 你说那些地方 也有公检法 那些地方 也有所谓的现代的公共教育 那些地方也有企业家 也有人大代表 也有人五人六 他们也西装割履 他们也擅长人翁 动不动捐点校服什么的 做善事 对吧 好像我们以为 这现代社会的这些东西 中国都变成这样了 可是实际另外发生一些事情 让你知道 他有些地方 还是一个流氓社会 有些地方 有些角落 还是一个黑社会 就是你弄不见 发生的一些事情 是你很难思议的 比方说 最近 我就发现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 有些出了新闻 你看他拼拼删帖 那也不见得就是国家的意志 你闹不清是哪个方面在删帖 比方说 最近议论纷纷的一个新闻 就是在河南有一个县叫卫士县 我还查了一下 应不应该读语 吃的语 卫士县 好 就是网上先有一个案情通报 还有个人爆料 说什么呢 河南开封卫士县 三十多名初中生 被胁迫卖淫 被奸淫的女孩的年龄 有好几个吧 至少七八个吧 都是在十四岁以下 而奸淫这些幼女的 有一个当地著名的企业家 还有一个人大代表 那么 好 爆料人发表的这个案情汇报 说 从2015年起 就开始有这个三年来 先后奸淫了三十多名初中生 然后呢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你尽管说有人删帖啊 但是我看到平安开封 就开封警方 任何案件 已经抓了相关的这个人 就说明这个案子是有的 你知道吗 哎 然后呢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网上 有有这个具体的情况书 连这个小妹妹的名字都出来 然后 我念一段文章 这篇文章署名是燕要飞的写的 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这不是被迫卖淫 强奸 然后你知道 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当听到这个 是 我 他说出了我的感受 我以为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咱们好像听过 咱们强强说过河南 关于这个当年 这个奸这个幼女 什么破除啊 这不是抓了 抓过人吗 甚至这个直消了死刑呢 似曾相对吧 我也以为是被人炒了冷饭 然而后来却有人告诉我 这是新的 我事都已经了结了 于是我去查了 还真是前度流氓 今又来 在河南有些地区 官员和企业家 对强奸幼女 有着令人发指的贪欲 这几乎像是一种 见不得人的传说 今天 有 18大之前有 19大之前还有 甚至在中央重权制服 不断推出八项规定 要求两 还有 哎 我们 我一想 他说的这个 我都报道过 比方说 你这一列 2006年 因为发生关系 能升官 河南南阳干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监污16岁以下 未成年少女 17人 在前后不到一样 近20名 10女 被骗了犯罪网络 案发时间 2006年 2007年 媒体报道 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 农民当选 九届全国企业 涉嫌强奸多名幼女 被逮捕 这位 曾经捐这例 蒋军 然后 吴博 警方 玉都大学店门 三名女青年抓获 三人共认 他们是在给吴博 就这个吴天玺 当年我报道过的 就是吴天玺 寻找处女 然后你看 2010年5月 河南省卫市县 就是这个县 2010年 7年前 水利方商务会所 发生多起 强迫中学生 卖淫案件 引起国务委员 将公安部部长 孟建柱 河南省委书记 卢展公的重视 当地公安抓获多人 打掉两个 强迫女生 卖淫团伙 然后呢 同年6月7号 这个 一篇河南卫市县 官商买春的网铁曝光 还是在这个水利方商务会所 连续发生 11起 嫖宿 未成年少女案 然后呢 就是骗他们拍下裸照 威胁 你要不再拉女孩来 就把你的裸照 贴大街上去 让你父母 然后让他去发展 让他去发展 对吧 该帖子里提及 卫市县 买储嫖幼之风 在这个县的地方 官员商人中 大有盛行之势 他们已经把这个 当作彩阴补扬的 一种时尚 这个 然后呢 我再跟你列举 2012年 河南永城市委 常务副秘书长 李兴功 坚淫幼女 十余名 被捕 然后呢 他这个 坚淫的 什么 非处女不要 最小的年仅 11岁 这个 还有一个孩子 哭诉说 我才14岁 我才叔叔 你别这样啊 也无济于事 据称 李多次被评为 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7年 魏市县 又案发了 事件 还是一样的事件 只是时间地点人物变了而已 时间推进罪恶循环 比那些事件本身更让人恐怖的是 为什么该杀的杀了 该判的判了 但是我们仍旧无法保护那些女孩 有人感叹 难道真的是因为又一批官员被提拔了 又一批人民的女儿长大了吗 最近有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 他说这篇文 看这个人民的名义 退休的老检察长对市委书记李大 我们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可是现实却是 有些人民代表 却是从人民的女儿中来到人民的女儿中去 这实在是太讽刺了 这就是说出了我的感受啊 我报道这个河南某个业务啊 这种官商什么人大代表 这几年怎么一直不停的在 听了你读的这一段哈 我就发现有可以确定的是 当地的有钱人跟一些基层的官员呢 他们流行这个风气 就是他不是一般的这个 嫖妓啊之类 他要 而且他完全没有法律概念 他要找幼女 他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利于他升官发财 这个风气 这个算是一个地方风气 我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停过 没有把它压制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底是犯罪集团 这个卖影的集团运作 还是说是强奸 这个界限始终没划清楚 前几年最早的时候 贵州那边有个地儿 官员啊 你说中国的这些脏官们 就是他 不是某些脏官的 他这么迷信 他觉得破处升官 破处升官 他破个处女 他就升官 贵州有个地方不是发生这个事吗 之后引起全国震怒吗 最后我们的这个法律啊 你没有什么嫖宿幼女 只为14岁以下 你未成年人就是枪奸呢 就是枪奸呢 这个吴天席 我家 他怎么还要出这事呢 不难理解嘛 因为 负权那个事情啊 因为你干这种坏事啊 可以有不同理由嘛 可以是很简单说 我这是为了爽啊 为了变态的欲望 OK 也是个理由啊 重点在于说 我刚听你不断念 念了五分钟了吧 六七分钟 那个 我脑海不断重复这两个字嘛 权力嘛 一个完全没有受到有效来监控的权力嘛 因为刚读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大代表这个那个官员 大企业家 先进企业家 对啊 那些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他在某些的环境里面 他的权力是没有被控制的嘛 他后来出事了 坦白讲 可能也是权力 可能是被人家 而且被人家告发 往往可能有其他更多的时间 他有他的权利把事情压下来 可能这一次因为有某些理由 他压不下来 整个当你没有一个有效的权力管控的制度 一定的嘛 不管你刚刚最后说抓的抓杀的杀 还是继续发生 因为权力没有被有效控制嘛 没有报道的权力 没有有效检举 记得我说有效检举 好多多少的案件 不管是这类还是什么类的 都有检举 举发 没有效啊 可能没有人有人跟进 没有人真的认真跟进 或者说你认真跟进之后 又有人用更大的权力 把它压下来 对吧 所以呢 在犯罪学里面 你要人家自动自决不犯罪 那是不可能的 你人家相信说第一个 我犯罪之后被抓到的机会是高的 你刚读那个啊 其实我才发生这种事 不仅是有权力的人啊 权力有很多种嘛 不仅是什么企业家这个啊 可能有些村长啊 或者叫家家有钱的坏男人啊 等等啊 那可能有更多无数发生了 没被去追查的 所以犯罪学就说 你第一个 我做了坏事 我要知道我被抓到 被检举的纪律很大 第二个 犯罪学也要让人家知道说 你被检举被追查 你被判刑 那是确定的 你不可能有其他的权力去干扰 香港叫妨碍司法公正 很大的罪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完这个 这脑子就是全乱 但是你要想想有几条界线 还是要划清楚 到底是他这种行为 是只发生这些有钱的老板 跟人大代表身上呢 还是他是已经有固定的一个 商业运行模式 人大代表这些 假如出现 这是提高新闻率 这是牵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 就是党你来自于人民 你不可以 怎么到人民的女儿当中去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事情可能还不仅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也许 这种极端的犯 这种案子 只为这少数人服务 只有这些 有权的人才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是一回事 或者是 他就有一个商业运行模式 而这些升级高位的人 居然也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是 这是两个 有点区别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 一跟幼女发生关系 就等于抢奸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很麻烦 这个两件事情就不分了 强奸是一回事 他们这个 被迫 卖淫 又是一回事 对于女孩子来讲 是两回事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你被迫卖淫 就是说 你在利益 或者什么威胁下 你去卖淫 你获得钱 或怎么样 和你被强奸 我觉得这当然应该是两回事 未成年人是一条红线 对 这个之前也发生过这种争议 就是说 有些人犯了这个事之后 就拿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在岁数 然后他收了钱了 然后呢 因为嫖数 这个卖淫的罪就轻的多呀 强奸的罪就重的多呀 所以近些年来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未成年人 幼女是一个红线 你甭管嫖不嫖吧 你跟未成年人 你这个干了这个事 你就以强奸论处 后来那个 我好奇啊 后来那个罪怎么办 因为在法律上面啊 有个基本的理解 不知道 ignorance 不知道不是借口 不是免罪的借口 我不知道他年龄嘛 那看起来像21 原来13 原来11 不能免罪 甚至不能减刑的 所以你刚说 有人说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只是买嫖 嫖客而已 当年就有的官员 想拿这个减轻罪责嘛 对吧 就是 所以 而且现在就是 你知道 我 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讲 说现在不是学区房 特别贵嘛 就是现在纷纷有人说 什么逃离北上广 他说我不会离开的 我不会 我永远不会回到我家乡 这个小镇 我永远不会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当然他讲的理由 你要说中国都那样 我不相信 但你要说中国没有那样 我也不相信 他说啊 他说你觉得北京 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吧 对啊 他说我跟你 北京还是有王法的地方 就北上广啊 相对还是一个政府 还是有点章法的地方 他说你知道 我要回到我们那个小镇 那就是黑社会 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 政协人的主席 人大主席 这个我们这个乡村那种地方啊 那完全就是黑社会秩序啊 我到那个地方 那个生活根本就没 不跟人家搞关系 这根本没法混呢 那我相比之下 我在大城市北上广 哎 我不是说这个 判死刑的吴天玺 就是郑平县 郑协副主席啊 全国人大代表 而且你知道 就是说你了解不了解 那个中国 这个吴天玺 被称为是以一人 这个民间企业家 以一人之力 可能铸就了一个县的辉煌 但他又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 他又是个当地的黑社会的头子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 采取诱骗 威逼殴打等手段 有人帮他找女孩 找这个女学生 供他这个淫欲 甚至他还涉嫌倒卖土地 强迫交易 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 敲诈勒索 对吧 这次卫市县被接出来的 这个 当然这个犯罪嫌疑人 企业家叫赵志勇 那个所谓的人大代表 叫周和新 对吧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他们就讲呢 卫市县人口80来万 真正有权势的 除了政科级以上 党政干 就是几十个 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 此外 这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 其实他的范围蛮小 服务范围蛮小 而这儿工商 连副主席 范围蛮小 所以这就 我刚才关心的这个界限 不是在司法角度来讲 我就是讲 如果是判这种强奸 那就是这几个人 那就罪很重 但是问题是 他们是有个集团 他是有保护 他当地肯定都有人脉 你看这个事情 这么反复删帖 敏感词 就这样的事 你和 我刚才不是讲 河北河南两重天什么 你现在一打河北 马上就是雄线 你一打河南 就三十个初中生 自动跳出来 然后就说 被封闭成敏感词 什么力量在 没有力量保护 这些集团能够这么 怎么怎么说 屡战屡败 屡战屡 永远消灭不了 所以你们千言万语 就等于我刚说的两个字 权力 我权力 你们不管是说 什么代表有钱人 刚子东说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可能一般的人 就算你可能在那个小镇 做一个小的上班族 你有钱 然后有这个集团的运作 他也是干这种事 他相对那些穷的小孩 他也是有权力的人 有些 所以他可以 没有受到控制 没有受到坏事 所以假如你权力的安排 没有有效的制衡的话 那一定一再发生 那假如你说 怎么样来制衡 我们都懂 一些安排权力的分配 权力的监控 惩罚等等 还有一点很重要 像这些案子 比方说什么卖淫 买淫 什么强暴都好 往往就听到 可能我们的细节 我看到的 听到了 就说只抓到那个人 那个某某某坏蛋 那个无什么坏蛋 成什么坏蛋 好像就是那个坏蛋 这种事情一而再而三发生 而且发生了很久 难道不是有整个结构问题吗 其他人没有罪吗 这种感想 就像我平常 我真的不了解国情 看到新闻 经常反贪 不是反贪吗 抓到谁 接受贿赂 多少钱 多少钱 审判 可是我印象中 没有一次看到公布 到底谁送钱 只有收钱的人 没有 没有送钱的人 这你说话 你就又说到 那个山东 那个辽城 那个高丽弹 那个乳母 这个事情 现在不是当时出警的这几个警察 现在也被审查结构 你节目里讲过这个事情吗 对 对 讲过 但审查的这个公布了 可是 为什么民间的怀疑 那不是空穴来风啊 对啊 那为什么你这个警察 跑到一个地方 说 要债可以 别打人 你就出去了 那难免会让人怀疑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见 所以说 你看 现在就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 后发国家的所谓现代化 经常碰见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的人呢 是这帮人 但是呢 你哪怕把你西化 西方的很多 这些名头 对吧 公检法呀 什么 全拿来 光机安在这 可是他骨子里 他可能还是个水不良山 他 他 他的基本结构 他的机制 是这么一个人 就是 你很难 有时候 你很难想象 你这样说 有政府啊 有律师啊 有法院 但是 我老是觉得 我整天 见到的是 他们这些的一些人呢 那天是很 清廉的 是水不良山 所反对的菜牙内 不是 那天我们有一个嘉宾 老家就在山东 就讲到辽城这个事 他就说 哎呀 那个地方啊 就是离水不良山不远 他说 你不知道 在这有些基层的这个地方啊 他实际上真正的社会秩序 讲义气 他不是义气的问题 他有点像 有点像水不良山的那种社会 而不太像是现代社会 就是这种老大啊 这种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干的这些个黑白两道的这个事情 他不是咱们在北上广的人 你能想象的 所以 听说现在已经实行了嘛 就像古代有些地方 你在那边出来 你不能在那边当官 或是不能在那边当警察 要调去其他地方 怕你勾结嘛 好多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嘛 高雄花莲台南什么地方 智可 有法律没有法治 为什么 因为警察都是那条村的人 那个邻里的人 都是这样嘛 我们从小晚大的 你当警察 你会抓我吗 除非我杀了人 你可能会抓我 就算我杀了人 你也不一定抓我 或者告诉我 我明天来抓你 你今天晚上跑 所以后来就要掉开了 不是你想香港 仅仅几十年之前 那警察也跟黑社会一样啊 对啊 是不是那个时候 反正这个廉政公署 是怎么成立的 我一向倾向于相信 这些事情是因为制度 因为制度的缺陷 权力不受控制 但是唯独你刚才讲的 那个细节 我觉得跟制度真没关系 就是说破除能生观 这种问题 这算什么呢 徐老师 这跟制度没关啊 这种想法 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他有实际能证明吗 破除能生观吗 所以呢 这还有一个文化问题 你刚才讲 一方面你讲的是权力 少是特权 但是呢 在某些这些地方啊 这种嫖素幼女的现象 没有权力的人 也会有这种 那其实 就是 你 他认为 你 没关系 我 他 Geez